这么多的磨灰鱼 昨天我们利用臭鱼打窝 以破水坑的方式 让我收获了一条东西湾 把水破干后 又意外的在浇石缝里捕获了一只龙虾 被我带了回去 做了烧烤 这是昨天赶海我们捡掉的臭鱼和海参 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作为诱饵 用我们的袜子 把这条臭鱼和海参包裹起来 摘过这个烂鱼网 把它捆扎结实 摘用石头 将它捣碎 这个味道 就是鱼儿最喜欢的 我们把鱼儿吓入鱼龙 我们把鱼龙泡入大海 鱼龙的手术 固定带在这块胶石上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去杀杀掌浅盐馆 这里发现了好多山石榴 不过这种山石榴是没法吃的 我们去前面看看 这里有只灵芝蟹 出来 这么大的灵芝蟹 这么大的灵芝蟹 还是第一只剑刀 走 带回去 我们先把这个灵芝蟹烤上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去把鱼龙收了 我们把鱼龙打开 把鱼倒出来 这多的崩溃鱼 不过它们都太小了 放不放 看你们的评论 我们先把它们 寄在我们的鱼龙里 灵芝蟹应该烤好了 我们抓紧回去 旁边都烤熟了 这鱼龙也太诱人了 我们尝尝味道 这满满的都是肉啊 入嘴微苦 又一些甘甜 过眼 我害怕是什么 他把鱼龙也太讨厌了